大家好,我是大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俄国战争让我们有幸亲身见证历史 俄国战争第724点 首先来看有关资讯 阿富迪普卡乌军有序撤退 没有三架俄人战机被记录 自2月16日开始 乌军从阿富迪普卡 逐渐有序撤退到第一道防线 并在后方建立重新设置防御阵地 之后还将建立第二和第三道防线 乌军第三突击率从交参场撤走 而俄军则趁机夺取了交参场 塔布里亚作战和战略部队司令 亚历山大塔尔纳夫斯基承认 大部分主力已经撤走 在撤退过程中 有一定数量的乌克兰士兵被扶 乌克兰相关机构将呼吁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中介国 确保俄罗斯人道的对待战俘 阿富迪普卡战役历史9年 特别最近五个半月 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 俄军损失超过了三万人 和一千辆坦克装甲车 这严重削弱俄罗斯的进攻能力 也许是认为乌军缺乏防空导弹 或者认为乌军是逃跑 有些得意忘情的俄军 不断派出空军战机轰炸撤离的乌军 但没想到 一次性又被乌防空部队 击落三架战机 2月17日上午 乌韩空军司令 奥列石秋克称 乌军在东线摧毁三架俄罗斯飞机 包括两架苏34战斗红炸机 和一架苏35战斗机 被记录 而俄人则照例 仅承认仅损失一架飞机 乌韩空军司令 奥列石秋克 拿出证据 反驳俄罗斯的谎言 并列出俄军飞机员 弹射的信号地点 对俄罗斯通信的无线电 拦截显示 至少有四起弹射事件 苏35S是单座飞机 而苏34是双座飞机 意味着有五个俄军飞行员 俄防称一名飞行员已被找到 其他飞行员正在搜寻中 这足以显示 俄军被击落三架飞机 俄多地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 2月17日凌晨 俄罗斯 伊瑞尔夫斯克一家购物中心 造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 这里被改成了俄军的无人机生产中心 俄罗斯托夫的俄军防空系统紧急启动 拦截乌军无人机 但乌军无人机还是击中目标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 一栋生产大楼着火 过火面积3500平米 16日 库尔斯克油库再次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并起火 俄国防部报告 击退比尔格勒德 布梁斯克 卡鲁加和沃伦尼日地区的33架无人机袭击 多个地区听到爆炸声 在一场长期战争中 谁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和后勤爆炸 谁也就获胜利 俄乌战争并非独一玩 将有更多的目标 在俄本土被袭击 乌克兰除了在战场上对抗俄罗斯 还积极地把战火烧回俄本土 摧毁俄能源的经济 2月16日核心社报告称 额外长拉夫罗夫声称 欧盟已为乌克兰制定了建议 要求其获得远程武器 已深入俄罗斯境内 从现有情况来看 欧洲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在2024年将继续升级 并极大有可能获得打击 俄本土目标的许可 硬汉的政治对头突然死亡 2月16日 俄罗斯宣布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歇 纳尔尼在狱中突然死亡 享年47岁 作为硬汉的克兴 纳尔尼是个不折不扣的将种 曾经中毒 多次面临危险 因多起案件被宣判 本来他可以待在国外 作为一个流亡的政治反对派领导人 但他坚持回到俄罗斯 选择和硬汉正面硬杠 但最终他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 之后突然死亡 得知消息后 在俄罗斯的莫斯科 叶卡吉林堡 新西伯利亚 伊瑞尔夫斯克 科米 瑟克特弗卡尔 托穆斯克 喀山和其他城市的居民 自发纪念纳尔尼 这说明 俄罗斯有清醒有良知的人 但和硬汉众多的拥顿比起来 他们还是基于少数 在此 拉脱威亚总统埃德加斯 林克维奇 法国外交部长斯特凡 塞鲁内 北约秘书长 廷斯斯托尔滕贝格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 米歇尔 都对纳瓦尔尼死亡 发表评论 美国总统老拜登也表示 纳瓦尔尼的死 必须要有人要负责 要求国会尽快批准 对乌克兰的支持 对于老拜登的话 估计 硬汉听到后会嗤嗤以鼻吧 下面是其他方向的战况 除了乌军 正从阿弗底部卡 有序撤退外 在赫尔松地区 巴木特地区 扎布尔尔地区 和库布扬斯克 克里米纳莱曼地区 俄军都发起进攻 但乌军打退了俄军的进攻 并在一些区域 展开来回拉锯 战线继续胶着 2月17日 乌克兰发布出具 俄军损失再次破千 达到1650人 原计划一小时22分 拿下基辅 三天占领乌克兰的俄罗斯兵员 损失已经突破40万大块 如果将俄罗斯损失的士兵排成一排 将长达800公里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中 我在文章中一再说明 离开了支持者 任何所谓的强人 都只是一个普通人 硬汉能发动战争 当然离不开这些人的支持 因此我觉得 硬汉应该在俄民众中做个调查 谁愿意支持他 就送谁上战场 好让他们上顺遂心愿 死得其所 下面是国际援助方面消息 2月16日 在林斯基前往德国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 朔尔茨宣布德国与乌克兰 签署10年期安全保障协议 其中规定德国2024年对乌克兰的支持 将超过70欧元 朔尔茨对媒体表示 只要需要将坚定的不移的支持乌克兰 朔尔茨还紧急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11.3欧元 新的军事援助计划 包括36门自行榴弹炮 12万发炮弹 两套防空系统 和额外的RIST导弹 同时 泽尔茨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签署了10年期安全保障协议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法国枪加2024年期间 向乌克兰提供30欧元的军事援助 马克龙强调 乌克兰人不仅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而且还为欧洲的安全而战 法国支持乌克兰的承诺不会动摇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穆尼黑安全论坛上表示 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 由于美国还没有做出援助决定 所以局势很困难 我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 在目的黑举举行的第七级安全会上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 将把丹麦所有火炮转移给乌克兰 他要呼吁其他欧洲国家 将防空系统和弹药转移到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现在更需要这些系统和弹药 弗雷德里克森表示 乌克兰现在向我们锁弹药和火炮 丹麦已经决定将我们所有的火炮转移到乌克兰 所以对不起 朋友们 欧洲有军事装备 这不仅仅是生产的问题 我们拥有武器弹药防空系统 但我们没有使用它们 它们需要转移到乌克兰 早在一年前 丹麦已经清空了所有的 法国制造凯撒榴弹炮 援助给乌克兰 同日 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表示 捷克已经找到向乌克兰武装部队 供用武器弹药的方法 帕维尔指出 捷克在世界各地寻找军事物资 然后与我们的北约伙伴合作 并特别提到丹麦 荷兰和加拿大 这些国家为捷克提供了军事装备资源 然后我们立即将其运往乌克兰 帕尔补充说 捷克已经成功的找到50万枚155毫米炮弹 和30万枚122毫米炮弹 如果有资金 可以在几周内将其运送到乌克兰 帕尔强调 将向美国 德国 瑞典的合作伙伴 致函 寻找提供资金 尽快向乌克兰运送炮弹 去年美国从韩国 希腊 拜斯坦向乌克兰运送炮弹 如今 乌克兰由于缺乏炮弹 不得已从阿富地布卡撤退 如今捷克又神奇般的找到80万枚炮弹 看来 欧美国家并不是没有炮弹 只是 还有些国家在观望 不过找到炮弹总比 没有炮弹好 战争如此紧急 欧美国家还在到处找炮弹 这也说明 欧美国家的武器松弛太久了 俄乌战争两年之际 俄军损失突破40万 尽管乌军目前 遇到一些暂时困难 但硬汉绝无可能 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724天战争 乌韩人用自己的任性 鲜血牺牲 换来对乌韩更多的支持 乌韩的未来值得期待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属不易 不过 令大雄欣慰的是 有那么多的人支持和鼓励 感谢那些素以谋面 但三观一致的朋友 大家的点赞 支持和打赏 鼓励我在迷茫中继续前行 继续为正义发声 至此佳节来临 大雄祝福各位朋友 春节快乐 和谐安康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见